228意外好成績 墾丁在打架合战 常出國夢碎散客 武漢被炎疫情重創台灣觀光業 南台灣的墾丁卻在228連續假期 衝出高人氣 住房率高達8成以上 讓旅書業者笑開懷 228這兩天 聽到上課 是開業的 以來最高級數目之一 然而叫佛來墾丁度假的旅客 卻出現奇妙變化 我發那一個階段中 以來客人看得懂 這個好像跟以前不大一樣 洪春觀光產業理事長說 以前女客對中南部為主 業者與學者分析 依與墾丁夠空曠及零確診有關 星期跟修行都要有 在室內的修行到後來 有些數位還要出現不斷製造 安全的地方 墾丁第七是最好的一個地點 攻擊號陽光號 沒有空曠 也沒有受到疫情的影響 可惜 墾丁旅書的熱度 在228連假後 又恢復彩蛋 較去年同期相比 大幅度下滑 非常不好 每天一百間左右 兩層多 目前大概在五層左右 偏低 下月大概差一層半左右 清明連假即將到來 是否能再創228的好成績 成為墾丁旅書業者 最在乎的事 墾丁旅 因為現在還沒有 在萬漫中 這地方 目前看起來 連假的 應該會 有228的效果出來 但是 價錢我們在評估中 房價如果漂亮 大概還是可滿 現在撥雷 電房具體的時間 都撥雷 家具已經很接近的時候 對著坦元 為了搶救第一名的住房率 不惜 下馬藥 降價希特 因為3月份的疫情 我會趕出來 有點難度 但又加些細 古華飯店 推出雙層油專案 全台發酵飯店 任權兩家入住 只要3600元 下渡酒店 4月起推出 花樣純油專案 雙人同行 含兩克早餐 3950元起 房價已經殺到 平常房價的對折 而民主業者 將原價三千人的雙人房 下殺到1000元 各個利品 從不景氣增圍而出 大學文 評論報導